说到天气影响班机停飞 让金门机场塞满了大批的旅客 尽管今天开放让旅客来后卫 但是依旧是一位难求 也让旅客怨声载道 柜台前挤满人 等不到后补的旅客情绪激动 金门机场19号因为浓雾 班机几乎停飞 影响2000多名旅客 尽管隔天放晴加开班机 不过机位有限 滞留的旅客输运不完 群情激愤场面火爆 明天天气不好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回去 又没办法回去 是是是 那你们小孩 那我们就等不到了 因为后面还有后骨的啊 行李大包小包只能在大厅干等 航空公司联盟协调 短时间也难以输运完毕 不少人急着上班上课相当焦急 那小朋友就哭了耶 很担心 担心为什么 他说担心不能回家 我只要说看到小朋友的哭 我真的说我们也是蛮心疼的啦 天气不好我们可以理解 今天天气很好 今天天气好 可是还是一样 没有作为还是不够 内容航空紧急加开一架放大机型 跟三架普通机型 华信航空也在有班机故障的状况下 加开一架普通机型 抢运将近500位民众反台 不过还是有一千多人滞留 民众都很火大 双方旅客一度爆发冲突 说我们不能抗议啦 自己也回去啦 他自己有点击 在第一个挤在前面去 再多留一晚又得找地方住宿 还可能客满没房间 行程大乱 超出原本旅游开销 大家只盼政府听到诉求 帮忙协调 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家 餐厅新闻完全由淘金门